民政部日前公布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 对社会团体、基金会和民办、非企业单位等 三类社会组织的名称管理做出统一规定 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的命名 办法规定 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会员分布 活动地域相一致 基金会、民办、非企业单位的名称 应当与其业务范围公益目的相一致 社会组织名称不得有损害国家尊严或利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等八类情形 基金会名称不得使用政党名称、国家机关名称、部队番号以及其他基金会名称 民办、非企业单位名称中不得含有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名称 办法要求 社会组织一般不得以党和国家领导人、老一辈革命家、政治活动家的姓名命名 社会团体名称一般不以自然人姓名命名 却有需要的仅限于在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教育、艺术领域内有重大贡献 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杰出人物 基金会民办、非企业单位名称 以自然人姓名作为字号的 需经该自然人同意 使用已故名人的姓名作为字号的 该名人应当是在相关公益领域内有重大贡献 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杰出人物 社会团体基金会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称 应当冠以其所从属社会组织名称的规范权称 不得以法人组织名称命名